车费现在却吃上了炸气最咸了 最新消息我们来看是新北市中和的停车场 出现了新逃避这停车费的手法 这个方法呢是先开另外一辆的车到停车场 拿了一张停车票卡之后 再来较之前已经停了四天的停车费 因此1700块的停车费竟然变成20块钱 整个诈骗手法要免现记者邵紫阳来告诉我们 观众通话没可以带您掌握呢 就是呢在新北市中和地区那种一名潘姓男子呢 开车进来这间停车场将车子停了四天 车费总共是1700块钱 但是呢男子呢耍小聪明不想缴费呢 就开了另一辆车子来 重新领了一张票卡呢 缴了20块钱就把车子给开出场 继为天无缝 但是过程全被附近的监制器拍了下来 而业者也赶紧是报警处理 我们来听警方稍稍访问 这个嫌犯在开第二部车子来的时候啊 他把票卡拿走以后 那个燃闸就打开 但是没有放下来 他又退出来 那个管理员就会发现说 诶这个很奇怪 你拿了卡 为什么不开进去还把故去来 但是他一时可能议会不过来 不晓得他已经把这个卡片拿走了 就让他走掉了 然后最后把监视器调出来以后 我们会看到男子呢 清楚呢从画面上面呢 就是呢下车之后呢 重新领了一张票卡 而且还下车呢 透过感应之后 车子呢是开出了场 过程呢全被监视器拍了下来 而且呢警方呢连续传唤两次呢 男子都不到案 目前已经将证明派系男子呢 依诈漆最嫌的寒送地检署侦办 以上在新北市掌握真正情况 时间镜头交换棚呢 好你可以看到这次新诈漆 手法不想缴停车费 所以居然把另外一辆车的票卡 拿来搅前面一辆车 现在整个案件 寒送地检署来侦办